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梦达怀恨在心 发誓老死不想往来 后来他接到了戏 赚到了钱 还拿了奖 领奖台上导演才告诉他 是周润发向我推荐你 吴梦达这才恍然大悟 多年后周润发谈及此事 说明了自己当初的不近人情 是因为帮穷要有原则 我借他三十万 他很快就会挥霍掉 只有自己赚的钱才会珍惜 俗话说救急不救穷 帮困不帮懒 借钱表面上是人情 本质上却是实力 如果自己不求上进 即使别人想帮也没法帮 有时并不是人心不古 而是自己太弱 面对生活 唯有反省自身 锐意进取 让自己更加强大 才是最好的出路 还钱之人品 明朝时有个穷秀才 为了进京赶考 找财主家借了钱 没曾想财主家冬天失火 烧毁大半房屋 把借据也烧没了 秀才家人劝他 没了借据就别还了 反正财主不缺这点钱 谁知秀才正色道 别人手里的借据没了 但我心里的借据还在 我不能昧着良心做事 坚持还了钱 论语中有句话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做人应以诚信为本 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然而在现实中 却总是有人一托再托 明知道你有困难 却视而不见 自然友情也就走到了尽头 刚工作不久的时候 有个朋友为了还网贷 找我借了一千块 过了一段时间 我有事需要用钱 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他 反而我收到了很多催收短信 原来他在网贷公司留了我的联系方式 他自己却手机欠费 跑了路 我们常常感叹 借钱出去容易 还钱回来难 借钱不还的那种人 失去信用 只会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 其实借的是情 还的是恩 按时还钱不仅是诚信 更是一个人人品的体现 懂得感恩的人才走得长远 赚钱之人性 曾广贤文中有言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一个人对待钱的态度 赚钱的方式 最能体现出这个人的善恶 追求富足 合理赚钱本无可厚非 但是过于贪财 眼红心黑 最终只会人财两空 景氏通言中有一名片 杜石娘怒沉百宝香 杜石娘出身清楼 与书生李甲情投意合 他本有心托付于李甲 自己花钱赎了身 却没想到在和李甲乘船回去的途中 被一个富家公子看中 那富家公子痴迷于他的美貌 对李甲以千金相诱 让李甲把他卖给自己 李甲害怕家里人反对杜石娘回家 心中又起了贪念 就答应了那富家公子 妄图卖了杜石娘 杜石娘听见了他们的谈话 万念俱灰 当众抱着白宝香 投江而死 面对金钱的诱惑 贪婪的结果 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懂得知足 见利思逸 才会有美好的收获 据新闻报道 上海市实行垃圾分类 清运工人徐师傅 捡到了18件黄金饰品 主动联系了当地居委会 交还给了施主 不仅施主对徐师傅感激不尽 媒体报道后 网友也对徐师傅连连称赞 子曰 不亦富且贵 与我如浮云 一个真正对自己负责任的人 是能够坚守道义 抵制诱惑 懂得哪些钱可以赚 哪些钱不能赚 毕竟人性的贪婪如同宇宙的黑洞 会吞没人本身一件美好的东西 最终毁掉整个人生 人这一生都会与钱打交道 但最重要的不是赚到多少钱 而是具有赚钱的能力 让自己值钱 则永远也不会缺钱 我们努力赚钱的目的 不是为了无休止地享受 而是为了具有抗压的能力 在家人需要我们的时候 能有底气说一句 别担心 有我在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